老花姨美之一答 今天回答一下 外国 来自于海外 花友们 这些要臭宝们提问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 老花姨你好 修剪过后的锤茉莉 就是锤茉莉 现在在国外是特别的火 这个是 乔丹是吧 这个是 长了有点黏乎乎的东西 看看是怎么回事 图片现在是过来了 这个图片看得比较笼统 像是芥鞘虫 这个叫芥鞘虫 不知道在国外叫什么 它身上有一个壳 它是吸在这个枝干上面 去吸食这个植物的枝叶 你现在看看能不能扒拉下来 如果能扒拉下来 你又找个破木棒 或者是用过的牙刷之类的 给它刷掉 刷掉之后呢 适当的打一些药 我不知道你们国外有什么药 反正就是 一般的花卉用的那种 杀虫药都可以的 就是你给它刷一下 清除一下就比较好弄了 这个会后期蔓延的很多的 建议现在就是 左手去收拾它了 好吗 抽宝 下个抽宝说 这个铁线帘的叶子变色 枝条不长都挤在一起了 没有任何变化 怎么拍的照片都那么笼统呢 这个 我个人觉得呀 您这个 我不知道您在哪 就是铁线帘 就是 要经过一个冬天之后呢 第二年长出来的新的枝条 会比原来老的枝条长得更长 更哇塞 您想我那一份就是一个例子 我之前是把那个老的给它剪掉了 它有一个小的笋芽 不过还有一点 想让它长这个笋芽呢 是要附土的 就是要盖的高一点 就是我买的时候 之前来的时候 那个土就埋得很深 我不知道花儿门还有没有那个印象 我把表面的土挖出来 然后呢 我把那个老的枝条给它剪掉了 就留了那么一个笋芝 现在呢开出来的花 开了有七八朵了 现在还在开一直开 这个我目测啊 就是去年的这个叶子 就是去年的它没有达到一种落叶的程度 您也没有就是深度的去覆盖它一下 铁线帘还是去年的这个叶子 所以说不长 现在呢就是浆苗 不知道您用的这个盆土如何 还有方方面是不是滴灾等等 也不知道您具体的一个气候 其实铁线帘这种呢 还是比较适合在北方那种 有寒冷的地方 好吧 最好是能够落叶 然后呢在秋季的时候生埋 然后变掃牙 第二年春天掃牙长出来的更棒 下个臭宝 每日一打起个瘟 我的肚子先长出来的地方发黄 咋回事呢 缺乏营养了臭宝 缺乏营养 你也要适当的给一点点的肥料 像这种呢就是以甲肥为主 你可以就是你想省钱的话就 倒壳炭了炒木灰了 都可以用一下 你要一点都不用也不太好 好吧 这就是营养的一个流失了 我看它上面还在长 嗯 别的没啥 下个臭宝 我的花牙长出来的尖尖就黑了 下面的黑就黑呗 它植物有顶端优势 它在上面开花的时候 下面的那个牙包肯定供不上 你别说牙子发黑了 就下面的叶子有时候都会发黄掉 这种那个牙你抹掉就行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抹牙了 因为你要的是上面的花 你又不是要下面的牙 你要下面的牙 你又把上面剪了呀 对吧 这是很正常 你见怪不怪了这个 先个臭宝 广东长寿花 广东的长寿花 水有点大呀 臭宝啊 就是有点水大 集水闷根通风沙 水大缺光通风沙 像长寿花这种东西呢 适合在室内 作为一个家庭园艺的盆栽 光照就像这样 别让它很强了 就像现在此时此刻这种光照 就完全ok的 像广东比较热 大部分的一种多肉和多姜 它都是比较怕热的 所以说呢 它就会长得比较慢 好吧 担待一下吧 就这么个事 集水闷根通风沙 别的没啥 下个臭宝越来越黄 是缺铁吗 这个不是缺铁 这是片黄 片黄是缺肥 还有缺水 你把老叶子剪了就好了 适当的给点肥料啊 你像在开花的时候 它消耗大量的母体的养肺 这老叶肯肯定又代谢掉了 对不了 哎 所以说这时候该失肥了 花多多二号啊 或者是零三十七点啊 都ok 完全可以的 好了 今天的养花问题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就点个赞 现在的养改副压力量 我是零华伊 小 concerts 拜拜 嘿嘿嘿 嘿嘿